小月 你走慢一点 等等我 原来你是走累了吗 我不是走累了 我感觉好冷啊 对 我们这里一下雪就很冷 下雪了吗 对呀 你们看到吗 路边都是雪 真的下雪了 我只顾着走路 都没有注意看 原来都下雪了 哇 真的耶 都是雪 对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不用 我们走快点回去吧 回去烤火 好 你在干嘛呀 我在生火呀 陈达哥你不是人吗 你这是在生火是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用嘴生火的 这个叫火筒 我试一下呢 你还是别试了 那你到时候给我吹灭了 哦 这样火应该能燃起来了吧 对 你看 燃起来了 趁它还没有燃起来 我们到地里面 到石壶地里面去转一转 走 小月 你给大家指一下 你家都种了多少石壶 就这里 都是的 这后面也有 这后面也有 都有是吧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 你们看 这是小月家 自己种的石壶啊 小月 我怎么没有看到石壶花呢 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 要春天才开花是吧 你看 这种 像这种叶子掉了的 它就已经成熟了对吧 对 然后 我现在不剪它 我不剪它 然后 明年 就是春天的时候 它就会开花了 然后像这种明年是不会开花的 它要等到后年 它才会开花 所以说石壶花就很少 必须要这种你不剪它 它才会开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 先剪这个麦吧 它就没得花开 所以花就很少 行 那小月走 我们快回去 我看你的有点冷了 回去烤火 好暖和呀 小月呢 小月 小月 你在哪里啊 你在喂鸭子吗 我准备抓一只鸭子 你抓鸭干嘛 给你兑个老鸭汤 不用 你快过来 不用 等你爸爸妈妈回来了 我们再做饭吃 快点 快过来 你还抓鸭子 还跟我做老鸭汤 你都忘记了吗 我们买了烤鸭回来的 待会儿等你爸爸妈妈回来了 我们再热两个菜 然后就可以一起吃饭了 你看 今天下雪了 我们一起 上去看雪 什么话 我看到这个雪景我想到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遭弱势同龄血 小月 小月 你前面那句话是对的 但是后面那句不对 前面那句是 他遭弱势同龄血 后面那句话应该是 此生于你 共白头 走我们上去看雪 小月 请进 小月 你怎么过来了 我今天不是这么经常喝 我让你过来喝 你说你今天很忙 我怕你没时间吃饭 我就给你带了一点过来 小月 你太细心了 谢谢你啊 没事 你现在 有时间喝吗 我可以带着去 待会 有个员工过来找我谈点事情 应该有时间 先到处来喝嘛 好 小月 有你真好 你先喝点 好 谢谢 小月 小月 这个汤你喝了没有 我没喝 这个汤 我没喝 走好就给你喝 以后你喝 回去再喝 你怎么不喝呢 你 你把勺子给我 你也要喝一点呀 一般我给你摘点肉 不用 小月你也尝一下 你喝 来 你尝一下 清清 小月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进来 快过年了 我让你 给我员工 准备的红包和 礼物 你准备没有 你进办公室 你连手机都不静音 你抓紧去吧 我刚才跟你说的是落实了 礼物和红包准备好 你想不想早点回家过年吗 快去 你刚才好凶啊 小月有没有吓到你 也不是我凶 因为这里快过年了嘛 我就想着让他们早点回去过年 早点放他们的假 所以就让他们准备这些过年的东西 但是他们到现在都没准备好 可能是快过年了 他们心有一点散了 小月 你看你也那么忙 你以后又别给我做饭送过来了 你饭都没吃 你把自己照顾好 不然的话我会心疼的知道吧 没事 你看你现在公司办公室事情要晚 我每天都要 你帮着我 然后教我怎么创业 比我更辛苦 小月 你今天是怎么过来的 我走路过来的呀 不远 你走路过来的 这么冷的天你走路过来 不远 走路还暖和一点 待会我送你回去 朋友才能给你 不是你很忙吗 我再忙 送你的时间也是有的 知道吧 来你把这坨肉吃了 快听话 听话 听话 把这个肉吃了 你都还没吃 你去把这个肉吃了 小月 看到你吃饭 我就觉得很幸福 小月 小月 小那个 你这拿着什么 我这个拿着行李箱 这里面都是我的衣服 我想把他先放在你这里 你这是在去哪里吗 我不去哪里 因为这里快过年了 我妈妈要带着我弟弟回来过年 他们要住我住的那套房子 我就没有地方住了 所以我就先搬出来了 你先把这个行李箱收好 我就先走了小月 陈大哥 你要去哪里 我先出去 找个酒店 过年这段时间 我就住在酒店里 陈大哥 你让我住在这里吗 你让我住在这里吗 小月 你让我住在这里吗 对呀 是你 我就是你的房子 而且 还有这么多房间 你过年住在酒店都很亲爱的 你让我去钱 小月 我真的可以和你住在一起吗 嗯 陈大哥你看 马上过年了 我这两天忙完 我也要哄龙村去了 这里就没有人住了 你就住这里吗 我一会儿我把那个 主卧给你收拾出来 你住主卧去 不用小月 以后这里就是你和我的家了 我还以为 我们俩可以一起住主卧呢 呵呵呵 这样 嗯你把 另外一个房间给我收拾出来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先把这个箱子放在这里 我一会儿收拾好了再给你 我们俩一起收拾嘛 小月 小月 我今天太开心了 我终于可以和你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但是小月你放心 我肯定会很尊重你的 你看我现在也放假了 嗯 也没什么事了 以后 就由我来照顾你 早餐 由我来做 好不好 那陈大哥我把你那个衣服拿出来给你挂在衣服里面吧 好 小月 你辛苦了 没事的那个 而且那个 你妈妈他们回来了 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住 我那个叔叔 可能要和他们一起回来 你住在一起 不方便 那他们 每年都会回来吗 他们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 那你今年是要跟他们一起过年吗 嗯 我可能会和他们一起 吃年夜饭 那以前他们没有回来的时候 你是怎么过的呢 以前 我都是在我小一家 吃年夜饭 但是 我吃完年夜饭以后 就一个人回家了 因为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我心里 哎 陈大哥 今天我 爸爸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 邀请你到我们家去过年 你想不想去 真的吗 我可以去吗小月 可以啊 我们 农村虽然说没有什么好吃的 但是 过年的时候 外面打工的人都回来了 比较热了 去感受一下 小月 我感觉 我有家了 你